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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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隻嘉賓繼續由Rafi去解答 各位家庭觀眾的股票問題 Rafi 你好 你好 繼續跟Rafi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邱小姐在這裡 邱小姐 早安 兩位主持早安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三隻股票 首先國藥1099 我之前問Rafi買了 就估了 我現在想入這隻股票 哪位買入呢 第二隻想問1928 金沙中國 還未有貨 還有問多隻2318平保 都未有貨 麻煩兩位 先看看第一隻股份 1099國藥控股 最新股價37.95 跌幅超過百分之一 挨近百分之二 暫時就沒有貨在手 什麼價位可以再部署一下 暫時來說 我覺得稍微再打等 因為當過藥來計 基本面 無論你上次問好 或者這一刻問也好 都是看得好 始終我覺得國內醫藥行業好之餘 更加過藥在內地 都是做主要分銷為主 而且它本身的覆蓋面 幾乎是差不多 所有醫院都有份是它的客戶 所以它的覆蓋面是非常廣泛 所以這些基本面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看法還是比較樂觀 但是只不過是技術面 因為其實以技術面上說 近幾天就稍微弱了一點 一來就 今天叫做再次偏遠之下 當然好一點看 就好像自己補回這個上升的裂口 就是做好幾個上升的裂口 但是如果你接下來 10天市率失手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股價 可能會洩下37元 也不出奇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心急 既然之前都沽了的話 那倒不如等下37元 才考慮買 相對會比較好一點 到時來說 以大概40元以上 做一個比較中短線的目標價 而下面呢 大概就穿34.5 考慮到指示你離場 第二隻股份 1928金沙中國 最新報32.5 跌幅超過2% 壓近3% 同樣有沒有貨在手 什麼價位又可以補儲呢 其實以金沙中國來說也好 或者很多股都好 當然這一層就比較偏弱一點 特別就之前曾經短期 炒一炒過一些個別新場 比如巴勒人開幕 但是到之後就馬上跌得比較多些 到今天回來 都仍要跌比較多些少 但是就總是來幾天 都有11的一個因素 所以其實不排除 可能整顧這一兩天之後 到星期三後段 可能慢慢升回也不出奇 很多時候其實都有這些例子 雖然我覺得 金沙中國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當然可以等低多些少 初步來說 以條50天線 大概31.3 30.4度做回這一層的賣入價 如果有機會在這幾天試回這位 我會覺得都頗值得有跌迫性 因為始終你見到 由7月份升穿完50天線之後 其實都未真正要回到這些位置 所以相對今次已經要回得多了少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試回這條50天線 是一個更加比較好的價位 所以你可以嘗試 在50天線進去之後 搏一搏大概11黃金周之後 或者中間的時間 港庫這邊 可否令到借1.200 市花上35元 樓上 做一個短期的目標價 而下面大概穿回29元 考慮到只蝕利利場 我覺得到時可以試一試 好啊 第三隻股份 23.18平保 最新股價41個 2.25% 同樣有沒有放在手 什麼價位又可以部署一下呢 其實以反平保來說 當然看法上也不是說差 特別是很多好因素 都慢慢有機會繼續浮軟出來 一來就接下來 都會繼續想分插平安證券 和錄金索這些因素 其實對它整體價值上的釋放 有大的一個推動在 但是只不過近日為何會是反覆 或者偏遠一點 不多不少我覺得都關 一來就升得比較多 二來就 因為特別是業績之後 你見到隨著一些南下資金 不斷追求一些叫中資金融股的時候 都令到平保或者內遠股這些都升上來 這刻就叫做休息 因為特別是幾天 剛才提到的十一黃金周 變相內地都有一個長假 即是小長假 而星期四開始其實港股通就會停 所以其實都預計了 這個星期特別的開始 南下資金的情況會慢一點 因為特別以之前 中秋的假期例子也是這樣 相類似 所以如果當這一刻 特別短期來說 南下資金是少追回這些 少下來或者開始不下來 或者停的時候 相對對平保這些中資金融股 可能短期再收一收額不出奇 如果你想買的話 我覺得當然可以考慮 但也是那句 可以考低多一點點 看看這一陣有沒有機會 試回大概四十元哪裏 我覺得有機會試回四十元哪裏 可以買下去 到時來說 以之前那位四十四元一毫半樓上 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來說 當然要你五十天線看位 是很近的 所以我覺得四十元哪裏 可以低多一點點 大概三十七個半 我覺得只要這一陣 不跌穿三十七個半 其實問題不算太大 好啊 謝謝Ralph也多謝小姐電話 電話旁邊有第二位家庭觀眾 又是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是好 不要緊 因為暫時未能接通 我們一起看一些電郵 看看另一位電郵裏面 都是李小姐 想問1970 1970有IMAS China 最新股價38.55 跌幅超過1% 挨近2% 想用來短炒的話 什麼價位可以部署一下 暫時大家等一等 雖然這隻股份 自己一直以來看法 不是太差 但其實近期有勢比較弱 最主要是因為看到 內地開始有些報告 說到票房的收入 增長性都放弄得明顯 如果以最新 好像中金來說 都有些報告說到 例如剛剛過月星期六來說 內地的票房收益大概350億人民幣 較一五年同年 按年來計算是一成 其實增速是比大家預計為之慢 甚至他也說到 當中可能以IMAS格式做的電影 增長都是更加低 所以仍然股價回來 都繼續要稍微收一收押 因為始終本身回到IMAS China 一直以來的問題 就是股值其實不便宜 所以當個別大王 一這樣折它的時候 一定會繼續收一收押 所以暫時我覺得 如果你想撐得好 等回之前7月份低位 36元先 如果機會試回這位 我覺得先考慮少少地試一試 到時來講 往上大約42元樓上 而下面 穿大約33元左右 考慮到指示你的理想 好啊 接著就聽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聽不聽到 喂 你好 想問哪一隻部分 喂 聽不聽到啊李小姐 是我啊 我想問恆子 我星期四那天買了一隻熊 星期五那天我買了20萬股 最需星期五看收市才走 剛剛一走完 三點多鐘 三點多鐘那時 走了一半十萬股熊 接著便會慢慢結 沒有買回它 現在來到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現在買又有風險 因為它未以十天市 應該有支持的 嗯 好啊 那見到呢 大使來講最新都跌近200點 買歐步23491點 李小姐都有些熊仔在手 現在應不應該加住呢 其實這樣說 如果以星期四那天買歐 大概20萬股熊仔 如果以星期四那天買歐 我相信你都大概兩晚四點 這位置買 如果變相上星期五 你說臨收市走 其實當時都二三五 二三六這些位置 其實都吃了整天四百點有多 變相十萬股吃了四百點有多 其實都不是一個差的做法 反而我覺得你部署是挺對的 即是你吃股得來 你先吃了一半 變相整天四十萬股 就可以真的看看 究竟今天回來是升是跌 如果以現在去看 你剩下的十萬股 都是佔多二八點 所以其實整體上的部署來說 我覺得不是太差 因為有時候很多時候這樣說 你不能說二十萬股一次賺盡了 因為調轉太陽 上星期五你沒有走到十萬股 而今天回來是調頭夾上去 你整體二十萬股 可能由贏變輸也不出奇 所以你如果這樣分著走 我覺得都是不失為一個不錯的做法 所以反而這樣說 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不要再心急加注 即是贏了也好 不要太心紅 想立刻再加注下去 因為我覺得這一陣的調整 叫做借一借勢 一來就是這個星期剛才提到的 港股通未來會停 因為假期因素 變成南亞資金稍為短期下來 稍為市口人整掛 回調下不出奇 甚至如如你所說的 二十天線 我覺得也有機會有個支持 變成二十天線 即是大概二萬三千四 這些位置都不跌穿的時候 如果能夠站得住 可能大約二萬三千七 也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注意就不要加了 反而你後位 將剩下的十萬股 可能再逐步逐步站起來 我覺得這樣的部署比較好 現在來說 就真的不見了 再加注下去 好啊 謝謝李小姐的電話 也謝謝Ravi詳盡的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 謝謝你詳盡的分析 先休息一會吧